你看到這兩枝螢光棒嗎 這兩枝螢光棒就是指示他這個山間的路 可見在這個時間 我們不用燈是絕對走不到這條壓的路 還有不用燈的情況下 都很難看到這個指示牌究竟是指向這邊 還是指向那邊 我們用走這個速度 都走了足足二十幾分鐘 我們是快步走的 但是參賽者要在那些 一回曲折的路走 相信他們是非常之辛苦 加上這個天氣 是非常之寒冷的 而且 我想今天都算好了 沒什麼問題 但是在這個 又冷又黑的情況 又這麼惡劣的情況之下 參賽者還要在這個 禁於回曲折的路增昏奪廟 真的令人覺得 很艱苦 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入這個山間 好了 我現在要準備走入這個山間 由於我前面 有這個燈光輔助 可以很容易走 看到沒有兩支螢光棒呢 這個提示有條樹木在這裡 防止參賽者在這個黑暗之間 就跌倒了 我們繼續走 看到這裡水圍呢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石頭在附近 要很小心地走 要小心地走 終於來到了 你看看 前面有人啊 我們終於看到有人了 我們剛才一直走的時候 沿路都是沒有人的 沿路都是沒有人的 有些女人的 一枚